绿油油的草地上风力发电机转哪转 转出干净电力 另一头大太阳底下 一片片太阳能板闪哪闪 闪出绿能奇迹 来到德国到处都能看到蓬勃发展的再生能源 但让人感受更强烈的是民众的反核意识 接上挂着的反核旗帜上面写着 处处都有可能是福岛 核电即刻停止 曾经是核电大国的德国 现在成了绿能火车头 核电早已被打入冷宫 现在你可以看到在记者背后 这个是德国Biblis核电厂已经停止运转 其实早在2011年福岛核灾之后 德国就立即关闭了八座核电厂 2011年3月11号 日本福岛核灾震惊全球 让原本支持延长核电厂的德国总理 梅克尔态度急转弯 发生福岛核灾后 梅克尔随即宣布关闭八座超过30年的核电机组 剩下的九座也将在2015年到2022年陆续关闭 德国2022全面废核计划正式启动 其实1970年代石油危机就让德国希望掌控自由能源 不少人开始推动再生能源环保意识随之高涨 也出现反核声音 1986年车磨比核爆更是让德国民众对核电产生莫大的恐惧 我记得,因为在本身的地方,在本身的地方,有一个大厨的大厨 有一个大厨的大厨的大厨 我妈妈说我不要去那里 因为它是烘的 然后大家都说,天啊,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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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危險相似 當我年輕的時候 我可能太年輕了 但我記得 它不允許外出 當它有暈的 它不允許喝奶 車諾比核報之後 各界反核聲浪 把再生能源一舉推到了浪頭 終於在2000年完成再生能源法 福島核災後 更訂定了長遠計畫 到2050年 德國80%的用電 必須來自再生能源 我們現在有5次的 我們在2000年有5次的 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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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只有14年 所以我認為 現在的資源資源 比我們以前的資源資源 比我們開始的資源 我沒有看到有問題 不少德國人 對再生能源政策 信心滿滿 事實上再生能源發展至今 也已經有不錯的成績 根據統計 2010年 德國的再生能源發電量 只佔總發電量的16.6% 不及核電的22.2% 但短短一年 再生能源就集起直追 超過核電 到了2012年 更是有22%的電力 來自再生能源 核電只有16.1% 看起來推動綠能有方 但其實直到現在 還是有高達44.8%的電力 來自排碳量高 嚴重污染環境的燃煤發電 難以想像 像德國這樣先進的工業大國 卻大量使用最傳統的燃煤發電 灰色的煙直竄天際 這座燃煤發電廠 就在德國首都柏林 附近商店住宅都籠罩 在陰暗的天空下 但就怕廢核之後 供電出問題 許多老舊的燃煤發電廠 無法退役 未來甚至還有增加燃煤發電的計劃 要靠燃煤發電實在是因為 再生能源無法百分之百穩定供電 像是風力和太陽能得看天吃飯 如果風力太弱 日照不足 產生的電力少 立刻進入限電危機 就得向其他國家買電 巴登-Württemberg 一直都沒有發射 少量的煤發電力 比利用的煤發電力 煤發電力分析 由其他朋友 中國的電力分析 也許是由歐洲 西方 歐洲 和澳洲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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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其他國家買走多餘的店 讓其他國家買走多餘的金額 長做賠本生意之外 德國為了發展再生能源 也花了大筆銀子 根據德國官方的統計報告 德國在2004年到2012年之間 投資再生能源的金額高達1522億歐元 等於新台幣6兆2000多億 投資再生能源發電的金額 則是1258億歐元 也就是新台幣5兆多元 再生能源成本高 德國的電價也就跟著節節高漲 讓小老百姓吃不消 我認為是2030億歐元 我認為是2030億歐元 我認為當然 耐用的能量很高 但也很貴 2000年德國住宅電價一度13.94歐元 也就是新台幣5.58元 已經比台灣現在的電價還要貴 而到了2013年住宅電價飆漲到一度28.73歐分 成長幅度高達107% 換算成新台幣一度電要價11.49元 是台灣目前電價的四倍 而未來一年還打算要再調漲 而德國工業用電的電價 雖然在歐盟是中斷班 但從2000年到2013年也是翻倍漲 當然是增加的價錢 價錢會增加 如果我們想增加更新的能量 當然價錢會增加 因為你必須要付錢 我們必須要強制我們的核心 當然這也會負責很多錢 所以跟新的能量 很便宜 但仍然有幾億 20億 在接下來10年 當然是這類似的公司 都必須要增加大部分 德國電價漲不停 企業成本高 人民負擔大 2013年大選之後 德國政府 預計要檢討再生能源法 基民黨國會議員 接受專訪時 就針對能源政策 提出三大訴求 包括電價 必須讓民眾負擔得起 環境不受影響 以及供電穩定 演出了德國因為廢核 還有快速發展再生能源 所面臨的困境 但這些問題 都不足以動搖 民眾廢核的決心 基本上我覺得這是唯一的路 如果說 我們想要有很多年齡 能夠活動 能夠活動 但是 那些人都不足夠 這是我的個人的想法 對 能夠高的價錢 德國有高達9成的民眾 支持廢核發展再生能源 他們不但願意付出 比台灣貴四倍的電費 在生活上還要處處節能省電 民眾作為主要動力 德國這台綠能火車頭 才能在廢核之路上奔駛 我們遠從台灣到德國 搭上了這台車 要一看究竟 德國是怎麼樣鋪上軌道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這次UDN TV將透過鏡頭 深入德國家庭社區 看他們如何用行動支持廢核 企業面對高電價如何維持競爭力 而發展再生能源 又面臨哪些困境與挑戰 廢核之路不好走 德國作為開路先驅 他的經驗 也許能讓還在探路的台灣 看到一絲光線